鞠盆 鞠腕 鞠大缸 恐怕现金的年轻人没几个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鞠好的一件瓷器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没有金刚转就别懒那瓷器活 说的就是这门手艺 所谓鞠就是用铜铁等打成扁平的两脚钉 俗称鞠子 用鞠子像钉书记一样来联合破裂的瓷器 陶器等器皿 据悉这门传统拘捕技术产生的具体年代目前已无法考证 但宋代的张泽端已将鞠匠行走民间的景象汇入清明上河图当中 可以知道这项记忆至少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 鞠子第一步就是找查对方 对破损的瓷器恢复原状准备修补 第二步是定位点击 根据要修补瓷器的文式结构来确定鞠钉的数量和位置 第三步就是用金刚钻来打孔 第四步 鞠钉 鞠钉制作最能体现匠人的记忆水平 鞠钉的韧性和制作鞠钉的水平 也决定着鞠捕器敏的使用寿命 是对鞠刺人的最大考验 过去的普通百姓人家日子过得结局 一般生活用品总是得羞羞补补补 只要还能用就不会买新的 就连碗打破了也舍不得扔 盆摔破了也舍不得换 钢裂了自然更是不会舍弃 通常这时候就会找到鞠钢的手艺人 把他们鞠起来继续使用 如今鞠盆 鞠腕 鞠大钢的这个行动 已经很少见到 吆喝声更是上世纪年长一些的人们的 共同群体记忆 所以小时候你听过鞠盆 鞠腕 鞠大钢的吆喝声吗